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餐厅啄啄碧点的酱胶菊黄鱼 学会了在家你也是大厨 第一步准备一条600克的黄鱼去头 再用刀贴着骨头给黄鱼的肉取下来 切成大小均匀的块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放入少许的油 再给提前切好的生姜块和大蒜子一起放进去 用小火便炒出香味 洋葱块可以晚一点放 这样在焗的过程中才不容易涂水 炒香以后摆上提前切好的黄鱼块 再给黄鱼上面均匀的铺上一层密制鱼头酱 密制鱼头酱一瓶可以做五份 焗出来的黄鱼吃起来也非常的鲜美 盖上盖子用小火焗八分钟 再撒上少许的葱花搭配一下颜色 一道非常有特色的酱胶菊黄鱼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